每一届的世界盃都牵动了太多人的心 那世界性的狂欢盛宴也是极具戏剧型 那么除了一些像球员精湛的演技之外 这一届世界盃也是让众多球迷 万万没有想到 未免冠军西班牙以一种耻辱的方式 淘汰出局 也成为了这届巴西世界盃 最早出局的球队 那么像FIFA排名是常年高居第一的西班牙 无意就被视为是赢得巴西世界盃的最大热门 但是曾经是势不可挡的西班牙王朝 那一夜之间却倒塌了 这也让人是想起了世界盃 未免冠军魔咒 也就是未免冠军小祖赛就出局 算上2014年的西班牙世界盃历史上 已经是出现过五次未免冠军小祖赛出局的情况了 那么此前四次也分别是1950年的意大利队 1966年的巴西队 2002年的法国队 以及2010年的意大利队 那么回想四年前的南非世界盃呢 意大利在小祖赛时踢得十分的狼狈 最终也是倒在了打平就能出现的魔咒之上 三战两平一副 仅仅积分两分 小组倒数第一 吃入出局 而在2002年的日韩世界盃呢 未免冠军法国 也是首先在揭幕战对阵塞内加尔 就意外的爆冷输球 之后0比0战平乌拉圭 0比2输给了达麦 即便西达内最后是戴山出战 但是高卢雄姬依然未能避免耻辱出局 那么历史上呢 还有两支小组赛出局的未免冠军 就是1950年的意大利 跟1966年的巴西队 所以呢 意大利队在历史上 其实已经有两次中了魔咒了 那么提前一轮出局 西班牙也是就创造了一项新的耻辱记录 第一支在仅仅踢了两场比赛 就遭到出局的未免冠军 那么这回西班牙不幸中招 估计也是让太多球迷感到了失望